喂,喂,不要那麼噁心 喂,喂,不要那麼噁心 喂,不能出界 為什麼這麼有奶有奶送呢? 我也不知道 先買串燒嗎? 其實當時也有點覺得虧欠 因為當時年輕 你剛剛還在讀書 你沒有錢 你沒有求婚戒指 沒有動物園,沒有擺酒 不好意思 我沒有人愚蠢 練了五年的Michelin街 我坐中間會不會那麼好? 不會,因為你坐瘦片 謝謝你 測試,測試 有東西吃吧 爸爸煮飯真的這麼不好吃 不要吃 直接 我煮什麼是最難吃 不如說說你煮什麼好吃 炒飯最難吃 你知道炒飯是對的嗎? 很難吃 我不想在香港接受一個 我覺得是不適合人類的教育方式 那就覺得太嚴重了 溫室了,你是OK 不適合人家 以為我們是不負責任 不理 子女生死的 沒有 今天 住在你家裡 我們來到小丸的家 是不是應該叫你小丸 對 很可愛 小丸的家 這裡就是我的房間 我會打擾他們一晚 至於他們的故事 我明天再睡醒 跟大家說 如果你在Youtube 搜尋泰國的旅遊片 你可能會看到 他們夫妻去泰國賺錢的影片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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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一家四口選擇移民泰國的原因 除了軟梯是泰國人之外 最重要當然就是飲食 我正在吃新鮮龍眼 新鮮龍眼味 新鮮龍眼汁 吳翔家影 年輕版的小丸 看看這個 然後再看看這個 這是多少年前 這個是2011年 對我來說 去一個地方 最重要的是吃 如果去到英國的話 那些東西又不適合我吃 我會很不開心 我不喜歡吃西野 我喜歡吃泰國和亞洲的東西 最厲害的是 他有了東西 有了的時候 情緒比較波幅 他半夜想吃東西 然後呢 可能叫你到街上買宵夜去哪裡 因為你有時上班很累 然後他默默地留 不要緊的 你不買我知道你累 小丸原本打算做太空人 送兩個子女來泰國讀書 在香港賺夠錢 退休才來泰國生活 結果一場疫症打亂了部署 兩夫妻分別在2020年和2021年 前後腳來到泰國 提早了移民計劃 因為我是跟著我太太 用一個伴侶簽證過來 如果要找工作 我的僱主肯幫我製造一個 Working Visa 我才能做到 初黎報道 加上小丸不懂泰文 於是就決定展開美食Youtuber的生涯 我覺得這檔是 暫時吃過全馬屋最好吃的傳銷 講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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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特地買給同事吃 由於他一家人都非常餵食 每逢家日吃飯 都要經過一輪激烈的決鬥 青春磨加叉燒 再一次 青春磨加叉燒 西餐 西餐 為什麼這麼不喜歡吃西餐 你好像有吃飯 有吃薯條 沒有吃 但你輸了 但我也想吃GOOGOO CHICKEN 啊 那你選吧 你贏了我的決鬥 這隻手是GOOGOO CHICKEN 這隻手是這個 怎樣 青春磨加叉燒 我們現在看了10分鐘 在這裡 就是GOOGOO CHICKEN 對 是GOOGOO CHICKEN 謝謝你 不要感激你 果然是孝順仔 走得孝順 醫生性 妹妹不說聲 妹妹在生氣 哈哈哈哈 你吃妹妹 我都想吃這個 哈哈哈哈 說個小秘密給你聽 他們真的為了沒得吃而哭 不論大和小 都會默默地流淚 是很煩惱的 他們是真的哭的 如果不用遷就子女的口味 通常他都要找一些自己喜歡的菜式 拍YouTube介紹給讀者 我就跟了他們去一間 米芝蓮推介的泰北咖喱店 耶 其實我們是翻出的 為什麼我們會翻出呢 因為我們上次在 San Paragong Food Club 裡面吃過覺得挺好吃的 對 所以我們就去 說話 他們就在拍這個食片 就是我看到自己的影子 他們也好 兩個人分工合作 有一個人夾面 有一個人拍送 我平時一個人 聊兩下就算 我挺喜歡的 它… 它偏甜的椰奶味很香 它在後面那股辣味後面湧出來 它的香料味是超多元化的 有咖喱的香 有一點辛辣的 而且它的脆麵比San Paragong出色 沒有那麼硬 你覺得泰國菜最好吃是 最吸引你 我自己個人 最喜歡吃 鬆丹和燒雞 如果要選一件事的話 我不行 全部都要吃 它是拌了咖喱汁下去炒的 但它看起來好像豉油黃炒麵 對 還有它加了蛋的味道 有蛋 我們試一下 這個也是你第一次吃的 對 我們只吃過這間咖喱麵 這間咖喱麵 試一下 可以說沒有咖喱麵 但是它炒的焦香的程度 有時候炒牛角的香味 有鑊氣 小苑以前在香港就做Bang的CS工作 而苑太就是私人飛機的客戶經理 兩個人對拍片剪片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概念 邊學邊做 一個星期出兩條片 加上臭仔 我看到也覺得很辛苦 其實我是一個極度內向的人 我說話又厚恥不清 可能怡婦現在知道 背後幫我剪了無數字 可能是很不流利 你要想拍什麼 你要想對白 你又要想收音 你又要想光源 你再要想完相機 有時候覺得拍Youtube很晚 我們最初的心態就是 預料沒有人看的 因為誰認識你 誰想看你 又不是英俊 又不是拍的畫面很漂亮 剪接又很少學雞 半年 我們四月開始有第一筆 半年 Youtube爸爸給我們的簽簽 半年就過一千 然後有一條片過了一千 哇厲害 因為我們是素人 誰會想看你 沒有人認識 過了一千 這條片過了一千 如果大家有看過Youtube 去年收入的影片都知道 Youtuber的收入有限 全靠其他廣告商的贊助 所以小院燒自己的積蓄之餘 遠泰亦都在泰國找到一份正職的工作 在曼谷舊機場的住宅區 一家四口就住一媽媽的舊屋 省下不少租金的開支 我們家是一個很本地泰國人的老房子社區 我們就住二樓的 還有有個天台 地上之前就租了給別人住 這裡就是我們家 然後一進來 就是小朋友玩的地方 其中一部分 他的玩具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飯廳 煮不煮飯的? 煮 不過現在上班 還有經常出去拍片 就沒什麼時間去住了 最重要的東西當然是零食櫃 有零食櫃的 是啊有零食櫃 因為喜歡吃東西 然後這裡就是小朋友放 有些... 充滿收穫痕跡 是啊 床啊 還有書台 過計 可啟 可勒卡 是嗎? 可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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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不懂 對於我來說是一樣的 他認識都是因為旁邊有個公仔 對 你看看這個和這個都很像 一個向左 一個向右 有些 一樣的 你不要騙我 但是這個圈是這樣屈 另外一個圈是裡面屈出來的 這個是小學生程度的英文 小一 小一 都正常 不正常 對呀 香港那些難很多 我就是 Eraser 小一 就學這些 其實我都沒有理會他回學校做什麼 我是不是一個很不合格的媽媽 這些呢? 這個是泰文 看完都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這些他都是學校補習班 做完功課才回家 所以基本上就算他認識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的 老師批評就不應該對 對呀 只是見家長的時候 老師跟我說他好不好 對呀 雖然泰國的物價比香港便宜 但是每個月 四個人的家庭開支都不小 特別是子女 都是入讀幼稚園和小學的私校 學費一點都不便宜 一年就大概八萬匹 一萬八千港幣一個人 菜的話我覺得在泰國這裡來講 是偏貴的 就是我們吃的菜 比如西蘭花都要三十至四十匹一個 其他菜便宜一點 有些十匹的 那你泰國生活點開支呢? 開支其實吃東西 如果是街市買東西吃東西很便宜 一餐一家人大概二百至三百匹搞定 一個月我們大概計算電費 因為我們不用給租 就算電費 可能四萬匹左右 一個月 負擔大家 一家四口四個人吃飯 你知道我們又吃得多了 電費也是一個負擔 其實電費都不便宜 電費平均如果夏天要四千泰銖 大概一千港幣 另外還有帶子女去玩的娛樂開支 通常禮拜六日 小院都要帶子女去室內的遊樂場 哈巴嶺玩 最小的小孩 65至80cm高的話 就86元 寶寶小的小個月是免費的 其他小孩是400元 大人就86元 泰豬 算不算便宜呢? 又不是很貴又不是很便宜 兩個半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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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小的地方 就不會再撞在一起 這位是否鏡頭過敏性 通常我們會跟進去 但會很辛苦 你們可以跟進去嗎? 你也要跟進去 我也要跟進去 我第一次跟小苑他們來這些遊樂場玩 是很棒 真是很棒 如果我小朋友在這裡真的很開心 你看 盡情你放點 這個小朋友玩不要開玩笑 是吧 直落的 沒事啊 這個 小朋友說推 明天他們考試 是不是很瘋啊 明天考試 我們今天還來這裡 其實澄澄 他們在學校已經溫暖了 他們在家平時也有溫開 而且他們的成績是不錯的 他們考試聰明 你們會不會獎勵一下他們 我會吃餐好 都是吃的 人生就是來不開吃的 你喜歡在泰國上學 還是在香港上學 在這裡上學 雖然他不是睡醒 但也很清醒 但是他本身喜歡讀書 本身喜歡上學 就是他有時候想出街 他不想出街 就是為了在家溫習 然後我堅持去商場發脾氣 然後自己在車子拿一本書出來 就是為何要這樣做 為何要這麼喜歡讀書 妹妹 喜歡不喜歡做功課 叫他做功課 然後叫他做那本功課 他就會趴著在那邊寫寫寫 然後就睡著了 他們對於上學了無牽掛 他轉頭也不能看你 就這樣衝進去 拜拜也不會拜拜 直衝進去 是啊 當初你說你們打算做太空人的嘛 是啊 然後你飛了去泰國多久 每個星期 一兩個星期飛一次 星期五下班就飛來Bancourt 星期一之後早 坐五六點機回香港上班 持續大概半年左右 你撐得住嗎 都很累 那時候沒辦法 因為不想他們來香港讀書 為什麼香港讀書太辛苦了 我不想在香港接受一個 我覺得是不適合人類的教育方式 這樣又覺得太嚴重 一個我不認同的教育方式 應該這樣說 就是從我右手到大 經驗所得出來 我覺得在香港接受的教育 是one way的教育 和單一的教育 就是不停地跟你說 這樣是對的 你跟著這樣做 那你就可以了 然後帶我出來之後才發現 我覺得這個法律是不正確的 這個世界有很多可能性 還有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東西 在香港讀書的時候是學不到的 那別人就會問了 那泰國又怎樣 泰國好嗎現在 純粹覺得泰國輕鬆 比香港輕鬆一點 沒那麼辛苦 那輕鬆是否真的學不到東西 不一定的 起碼我們上學開心 因為那時候我上學是不開心的 老公呀 為何有小學生在這裡 小學生 我兒子也是放三點 你不如看你兒子是否在這裡 你們真的不在乎 我説 他今天剛剛考完試 是啊 你一句問都沒有問題 我又不想給他壓力 因為其實他 他在這裡成績OK 就是叫做 第一這樣 第一這樣 他是第一 不是 那我不想 別人說我以為很囂張 那他又很想保持著這麼高 但有時候我覺得 如果說太多 我可能會給他壓力 是啊 所以還有 是的 所以還有 你知道吧 小學一年級第一 有甚麼那麼厲害 你不想大一個人說 我小學考第一 對不對 最重要是他生活健康快樂 還有他大一個想做他做到的事 看到最後都不記得跟大家說 其實小院兩夫妻 只是大我兩三年 同樣都是三十出頭 當初大學畢業不久 二十五、二十六歲 就生了大兒子 我們很小就認識的 我們是中學同學 拍了幾年拖之後 大學未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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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裝搧 changed the day 別裝是陌生的 中學未畢業 轉跟待肌肉 不信心 發生的 我真的很痛苦,很辛苦 我也很感謝他,而且很對不起他 因為我第一個生小朋友陪他入產房 我太激動了 我情緒很激動,在那裡哭 然後我跟護士說 我不行了,我要出去 我臨陣逃脫 最好笑是什麼? 我那時候已經要出來 最重要的時刻 他走了 謝謝你處理家的財政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 不是很喜歡 煩的人 所以很多 要煩 要做決定的事,我全部都給他做 第二就是 要包容我 其實我是一個 比較情緒化的人 而且 所以我覺得 臭屁 就是臭屁 你是不是要省啊 你是不是感動到省啊 所以 我要多謝他包容 雖然他們經常都炒炒鬧鬧 但我在短短兩天的時間 都感受到雙方互相為這個家庭的付出 如果大家喜歡去泰國找食 不妨支持多一些小院的頻道 最後,如果你住在世界各地 又歡迎讓我住在你家 歡迎隨時聯絡本人 就算在天涯海角 緣分到了 我都會過來找你 大家好 對呀,就是義父啦 不介意不介意 沒有人住 我們快點站在這裡 不介意不介意不介意 嘩,這裡已經很大了 電製冷氣 嘩,好大了 好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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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大了 好大了 好大了